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篇当然在卷一 而卷一的里面就是人与人子 第1章第8篇里面 讲下第4篇 第4篇就是大卫第4段的时期 大卫要逃避厄沙龙 到了马哈念 厄沙龙率领大军进攻 这个内容就是撒母尔记下第18章 这里讲到基于以下三个相似之处 所以诗篇第4篇可能和诗篇第62篇 写在同一个时期 首先两篇都提到上楼人 原文就是男人之子 在第4篇第2节里面讲到 你们将我的尊荣 变为羞辱 也到几时呢 在诗篇第62篇第7节 就说 说我的荣耀在父神 所以这个原文是一样的 而在第4篇第7节里面讲 你令到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风修 五谷身走的人 而诗篇第62篇第10节就讲了 不要仗势欺人 也都不要因为抢夺而骄傲 如果财宝加增 不要摆在心上 所以这个第4篇 就是对应萨姆尔记下第18章 接下来我们就会读诗诗诗第4篇 这个主题就是求耶和华 连率找他的祈祷 大卫的诗交与灵掌 用诗源的乐器 好了 这里开始第一节开始了 显我为疑的神 我呼吁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 你曾经令我欢广 现在求你连诗我 听我的祈祷 你们这些上流人 你们将我的专名 变为羞辱要到几时 你们喜爱虚妄 尋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第三节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的了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该要畏惧 不可以犯罪 在床上时候要心里思想 并且要宿静 当献上公义的祭 又当倚靠耶和华 有很多人说 谁能够指示我们的什么好处呢 耶和华 求你养起念来 光照我们 你令到我们心里快乐 胜过那个 丰收五谷伸走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我们就进入第四篇 的注解 第四篇 这个主题就写着 慈主常乐 其实这个题目就是 《晚上的祷告》 作者就是大卫来的 大光如下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照第二节 就是向神呼吁 第三照第四节 就是神分别 虔诚人归他 第五照第六节 要倚靠神 第七照第八节 在神里面有喜乐 而中心节就在第八节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好了 接着到小印 本篇 虽然是大卫作的 但就没有什么证据说 什么时候做 这个的头一篇 有音乐 和唱法的题目 因为讲到 就有这个用诗缘的乐器 而这篇 和第三篇的题材 就是一样的 都是有八节 而每两节都有细拉的 只是六节之后就没有了 在第三篇 可以称它为 早上的祈祷 而到这篇 可以称之为 晚上的祈祷 所以这篇 列在这里 其实是有计划的 跟着详细解释 第一节 以我为义的神 在旧约当中 就早已有福音的真理 福音的中心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功劳 不能够靠律法清义 只能够借着神 所赐给人的义 而称为义的 义就是正确的意思 在这里 大卫知道自己是毫无清义的希望的 只能够靠着显祂为义的神 在诗篇第十六章第二节 更加清楚表示 这个意思就说 我的好处不在利以外 大卫知道自己犯了罪 没办法再在神面前暂立 只能够靠着神 以池爱所送给祂的恩惠 这个就是因为 信在律法之外所得的义 这个又因为耶稣降世为人流血才成就 但是那些先祖是恩着信 仰望着 也都得了安慰 神既是自己做信徒的义 那我们还要害怕些什么呢 我在困苦中你曾令到我宽广 慕纳 曾经这样说的 经过大的试炼 才能够有大的信心 他从自己的经验当中证实了这个话的 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慕纳先 好了 他就是一个传教士来的 慕纳 那就是19世纪英国基督教弟兄妹的教会领袖之一来的 那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来的 那继续讲回来这里了 很多信徒都愿意得到无奈这样的信心 但是就不愿意有这样的试炼 受苦能够令到我们学习遵守主的话 神的引领总是先走过那些急难困苦的路 将我们带过宽阔之地 所以信徒在困难当中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困难不过是引进宽阔之地的一条门路来的 然后来到第二节 你们这些上流人 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信徒对于世上自以为上流的人可以这样问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选民是有多么尊贵 所以他们将他们的尊荣变为羞辱 主耶稣被人丢弃的时候也都可以说这句话的 现在正是人将神的荣耀变成了羞辱的时候 感谢神这些都是虚妄 到了主的日子来到 他就要将自己的尊荣显现出来 在那个时候 人的荣耀就要变为羞辱了 现在很多信徒也都难免叹息着说 那日说要到什么时候呢 第三节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了 虔诚人归他自己了 神特别爱那些信从他的人 这个虔诚人的 这个虔诚照着英文的译法就是gadi 就是那些像神的人 他们因为有了神的灵 就有神的品性 这样的人是特别属神的 神是会环绕他 看着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 就是那个瞳孔 犯罪的人 怎能够得到这样的地位呢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到亲近了 同人就是眼珠 在罗马书第八章32节 神既不爱惜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是将万物和他一同 八百的赐给我们吗 所以前面说到我 求高耶会说他必听我 既然在我的子里面 蒙父神的眷爱 向天父所求的 也都必蒙他的谁听 然后来到第四节 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 信徒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有人多思多累自己的过失 因此就是心里面 极其烦门 我们应该是想念主的恩惠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好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 我亦都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这个就是诗篇第六节 来到第五节 当献上公义的祭 又当倚靠耶和华 当归给耶和华的 就要归给他 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 所以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亦都是我们理所当然的 就是自己将一切献上 就可以安然的放心 倚靠耶和华了 第六节 有很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殉徒难免听见有人耻笑他 并且诟谤他们这样的声音 我们不能够向他们回答的 只能够向神祈祷 要他去光照我们 他的面光一照 在一个受到迫白的人的面上的时候 就必然会反照出来的 史提反被害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个人极其老老 向史提反咬牙切齿 但是史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到耶稣 站在神的右边 第七节 你令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些丰收五谷的身走的人 这个正是那个在困难当中 以神为乐的大快乐 这个快乐是永久的 接着到第八节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信徒因为认清自己的地位 将一切都交托给神 就能够安然居住 就好像小朋友在妈妈的怀抱一样 这个是何等的平安 也是何等的安全 这一篇第四篇 对于个人的教训就是 在危难的时候 我应该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节 就是神是那个显我为意的神 第三节 神已经将我分别出来 归了给他自己了 而去到第六节 神曾经向我养起面吗 第七节 神自己就是我的快乐 而去到第八节 神令到我安全 无虑 安然居住 以上内容是来自包宗杰的诗篇批准 今节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吉甲 邀请你继续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是我们的facebook专业和youtube频道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的原则就是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的理念就是依教导木养宣教 来到荣耀神光明的角度 好了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